我们究竟身处一个怎样的世界 不论我们如何用双眼去探寻 也无法轻易看到穹顶之外的风景 在一个相间的大宅里 一对父母就养着三个从未离开过的孩子 他们每天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小世界里学习生活 然而他们学到的知识 就和实际的意义太强倾听 他们从未见过围墙之外真实的世界 在这个家庭里没有电话 没有电脑也没有电视信号 唯一能看到的影像就是自己的家庭录像 虽然这些录像他们早已看过无数次 甚至里面所有对话都能清楚地背下来 但是每一次父母给予奖励时 这依旧是最好的选择 父亲为了解决儿子已经成熟的性需求 也收买了自己工厂的一个女保安 定期带女保安来到这个世外桃源的家庭 和儿子发生刻板而模式化的性关系 即便如此 每次女保安的到来 都成为了家中三个孩子最大的新鲜感 因为她总能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大女儿对她的荧光发卡非常感兴趣 因为她甚至不知道什么是荧光 愿为不用插电就能亮的东西是不存在的 而在这个小世界中 一切新鲜东西都显得那么可贵 它们需要通过表现来获得 哪怕是一双袜子 一个发甲 都会成为她们之间值得交换的珍宝 父母邀请女保安和她们一起来拍家庭录像 这让三个孩子非常开心 大女儿和小女儿都想坐在她的身边 因为她是这个家庭中能来的唯一客人 离开前 父亲给了女保安今天的报酬 并让她戴上了眼罩 为了保护这个家庭不被外界干扰 她不允许任何意外状况出现的可能 正因如此 家中三个早已习惯圈养的孩子 已经和正常人有着很大的差距了 他们甚至不知道飞机的作用 天正地认为天上的飞机和看到的一样大 掉下来就会成为他们的玩具 姐弟俩为了一架玩具飞机起了争执 女儿一怒之下将飞机扔在了栅栏之外 并用刀划伤了儿子 为此她受到了严厉的惩罚 而想拿回飞机的儿子只能祈求父亲尝试着帮她捡回来 围墙对于这个家庭而言是不可愉悦的进去 哪怕其实只是近在咫尺 父亲依旧开车去捡飞机 为了让三个孩子安心待在家里 父母甚至编出了关于他们哥哥的谎言 三个孩子一直认为围墙外面有他们不听话的哥哥 在离开家后过着悲惨的生活 儿子每次给父亲洗完车都会对着围墙自言自语 其实他是想告诉哥哥自己做的比他棒 内心善良的大女儿还会时常涂面包认出墙外 因为那害怕可怜的哥哥在外面没有食物 三个孩子就像动物一样 每天定点吃饭定点学习定点集合 能拥有的娱乐活动实在是少得可怜 大女儿和二女儿为了打发时间甚至用迷药迷晕自己 然后比赛谁先醒来 除此之外学习成绩的比赛和体育游戏也是他们非常看重的事情 因为只有在父母心中获得了优异的成绩 才能得到更多自己想要的那些可怜的奖励 为此他们都在晚餐前要认真打扮 乖巧表现 以便父亲能答应他们带回想要的东西 比如一支铅笔或者过敏药 作为家中唯一能够外出的父亲 从小就告诉三个孩子 外面的世界非常危险 孩子无法应对 只有在自己的犬牙掉落之后 才表示已经长大可以应对危险 这种时候才能有出门的资格 而为了预防危险 出门是必须开车的 而只有当犬牙再次长出来的人 才有资格学习开车 在这样的教育下 三个孩子心安理得的接受了如同求容一般的人生 就真的像小狗一样 被圈养和驯化着 十张便利贴就能成为他们最激动的礼物 虽然这三个被称为孩子的人 其实早已成年 也正因此 外面新鲜的东西 对于他们便有了无尽的诱惑 在一次又一次毫无激情的性行为下 女保安希望儿子能够学习一些新花样 但是儿子却拒绝了女保安的要求 这使女保安非常压抑 为了发泄这样的欲望 她用荧光发甲作为报酬 要求大女儿为她提供特殊服务 得到发甲的大女儿并不能理解女保安的行为 但是依旧照做了 甚至还有样学样的调教起自己的妹妹 尽信的是 这并没有被他们的母亲发现 父亲出门后 母亲每天的工作就是教导并监视着三个孩子 一旦发现他们有任何异样 并会进行惩罚与教育 家中唯一的电话 紧锁在母亲的床头柜中 母亲通过她 向外出的父亲汇报孩子的情况 而发现这一幕的女儿 却认为母亲实在自言自语 即便在父母如此严密的呵护下 这个家庭也因为女保安的存在 逐渐发生了变化 女保安不仅带来了新鲜的饰品 还在大女儿的威胁下 给她带来了没有见过的录影带 教会了他们新的词汇 孩子们对这些从未听闻的词汇感到好奇 当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发问时 父母感到有些惊慌 他们开始向孩子做出了风马牛不相及的解释 并开始意识到女保安的问题 最终父亲发现了大女儿私藏的录影带 却彻底激怒了她 怒不可遏的她来到女保安的住处 欧打并录制这个女人 为了她美好的家庭 她诅咒着这个带来异端的女人 将来的孩子都是坏孩子 为了打消孩子们对外面世界萌生的好奇心 母亲向孩子们撒谎 告诉他们 毛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动物 父亲甚至把自己打扮的满身血迹 悲痛的向他们宣布 他们的哥哥在外面已经被猫撕成了碎片 三个孩子为这个素未磨面的哥哥感到难过 并把鲜花认出了墙外 然后在父亲的教导下 他们爬在地上 学习用狗叫抵御可怕的恶猫 防卫自己美丽的家园 没有了女保安 父母最终决定让两个女儿代替女保安 完成满足儿子兴趣秀的工作 二女儿似乎并不顺从 用锤子砸伤了儿子 并谎称是猫干的 父母无奈 只能选择让大女儿借替这份艰巨的人物 大女儿最终也不如使命的完成了工作 这让父母感到非常安心 和谐的家庭又恢复了该有的秩序 他们也可以心安理得的 准备迎接自己新孩子的出身 这样 他们世外桃源一般纯净的家庭 又可以发展壮大了 虽然一切看似平息 但是 已经接触过外面事物的大女儿 却无法像以前一样的生活了 最终在家庭聚会上 她变得歇斯底里 难以自控的发泄着内心的牙抑 夜里 大女儿用哑铃砸掉了自己的牙齿 这样 她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家了 当然 她也终于明白 人的犬崖是不会自然凋落的 满嘴是雪的大女儿 躲进了父亲的后备巷 发现不对的父母 开始焦急地巡扰女儿的踪影 最终一无所获 第二天 父亲又如往常一般 开着那辆车离开了这个家 不知道 大女儿最终是否成功逃走 但谁又能说得清 离开家的大女儿 不是走进了另一个家中呢 大家好 我是神凡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神凡差弊的治愈电影解说 如果不喜欢 那我再想想其他办法吧 我再想看 我再想看 我再想看